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叫史坚刚 我一直从事于机械制造行业 已有16年 我在2015年时候发现 关于仓储物流小型电动搬运行业 是一个很大的空白 所以我就决定设计一款操作简单 便于携带一款搬运机 来解决狭小空间 大件物品搬运不便的问题 王姐 这是咱们发明的搬运机是吧 对对对 我看后面那有还有三台 都是一样的吗 它们功能不太一样 那咱们这款有什么功能 它这一是一款电动升降的一款搬运机 只有一个键升和降 操作也比较简单 傻瓜式操作嘛 它这个有什么优势 它的承重比较可观是500公斤 它的起身高度是1.5米 动力用的是48伏 10安的离子动力电池 大概多久能够充满 大约需要三个小时 它可以连续工作六个小时以上 这个叫液压油缸 在国内也是我们首创的 之前都是分体的 因为我们要做到便携 就把所有东西给你便携 前面这个就是货叉了 这个货叉是可以左右调节水分的 宽一点窄一点 可以适合更多一些场景 它取消了以后可以去换其他辅助 像这个油桶家具搬运油桶的 搬运油桶的 还有吊钩直接搬运那个重点的 需要起吊的 这款跟前面那个什么不一样吗 这款产品是我们专门为顺丰速运定制的 因为我们他们的控制商 它设计的这款加宽款款 是为了适合顺丰速运 它们现有的所有头盘 基本上都是匹配的 那款是什么货双 前面那款是需要人推的 前进和后退 那这款加装了以后 我们就直接电动行走了 往前进 然后这个地方会退 这人非常轻松 对对对 这款呢 这可是我们的网红级产品 因为这款车只需要一个人 一台机器 可以完成装车 送货 卸车 不用再单独雇东西工了 一个人就可以完成 大部分客户呢 是物流仓储行业 因为咱们这个属于通用设备 只要存在装卸 搬运货物 或者是移动货物 都能用得上 使用得比较广泛 大家都比较欣喜吧 这个产品 因为它是能解决 用户的一个痛点 比如说 携带不变的问题 还有一些狭小空间 确实进不了大插车 但是我们这款设备 正好能解决它的问题 所以大家都是很兴奋的 因为真的是解决了它的问题 这款搬运机的服务对象呢 就比较广泛 包括仓储物流 大型工厂 冷库 小型仓库 等狭窄空间 进行作业的用户 对尾气排放呀 震动呀 噪音有特殊需求的用户 如银行呀 实验室呀 化工厂等等 用了这产品 就是省心 省力 又省钱 等于对于您这个 物流老板来说 还真的就是给您 节约了成本 提高了效率 对对对 以前五个人 一个人就能搞定 这个体积小 不动起来很方便呢 我说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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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эксперимент 我说不认识 我骑了 我说不认识 它是不认识 这种心理性 retCены 跟最后一 soft 国家专利 荣获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 并创建全国首家 智能搬运技术研发中心 未来我们将不断创新 把我们搬运机 做到更加便捷化 智能化 最终实现无人化 让行业内广大一线劳动者 不再那么辛苦 彻底解决他们搬运难的问题 感谢观看